M.S. 于6月6日早上11点举行了线商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FBI警告老年人诈骗激增 单于华裔城中载区 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数据 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诈骗案件正在增加 平均每位受害者损失超过3万3千美元 除了针对经济损失外 诈骗还可能导致老年人失去独立性 生活质量下降和健康恶化 针对湾区单于华人的诈骗已造成严重后果 每年包括旧金山残疾人和老年人服务部成人保护服务 旧金山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旧金山警察局和社区服务机构在内的联盟 都会举办培训 向老年人提供最新的自我保护信息 本次会议上 联邦调查局旧金山特别事务处负责人 Robert K. Tripp 分享了最近数据 去年 美国60岁以上的受害者 因诈骗损失总额高达34亿美元 受害者人数为10.1万人 包括起伏当骗案 联邦调查局年长者欺诈调查项目组表示 华裔社区近年来成为诈骗重灾区 尤其是华裔年长者 无论伤到人数还是损失金额 都位居全国前列 语言障碍 独居和羞耻心理 导致可能高达三分之二的受害者不报案 使诈骗者更加有恃无恐 旧金山警察局特殊受害人组督察 Antonio Flores 在旧金山警区服务42年 处理过各种金融诈骗案件 他指出 欺负党骗案的起诉追溯期长达五年 有罗网的骗子承认 之所以选择老年人下手 是因为他们指望受害者不能等那么长时间 不会上庭指证他们 Flores补充 有受害者在案发后非常气愤 直接将欺负带扔掉 但这是重要证据 上面可能留有骗子的指纹 对日后指控有关键作用 老龄化研究所预防虐待老年人项目 负责人Allie True表示 被骗去毕生积蓄的老年人 心理受创严重 甚至可能产生自杀镜像 因此 为受害者提供心理疏导服务非常重要 社区青年中心董事会主席Jerry Ma表示 认识的一位受害者 因为感到尴尬和害怕做错事 拒绝向警察局和执法部门报告 因此 大众应改变观念 鼓励受害者分享经历 警醒他人 避免成为受害者 自助老年人协会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安丽诚表示 受害者的子女和家人 在骗案发生后 应注重保护受害者的心理健康 不要责备他们 因为受害者往往是处于帮助家人 消灾解难而受骗 家人应挨抚受害者情绪 鼓励报警 据统计 至少三分之二这类案件 没有报警处理 安丽表示 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 诈骗手段更加多样化 老年人更难应对 需要家人朋友和社区的守望相助 仿患于未然 海内卫视记者 陈阳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